里面的值就一千二除了 所以里面到底存什么 有的时候说真的 如果你的脑袋没有那么厉害的话 你可以用除错模式 因为我相信 我看过有一些小朋友 有些同学 脑袋里面真的就像电脑结构一样 太厉害 因为我看过有一个小朋友 他考这个证照考进阶级 他花两个礼拜而已 而且他前面只有考过VB而已 然后两个礼拜 他就可以把这些东西 考试的时候就用记事本打出来的 那我觉得很神奇 他几乎就是脑袋里面结构 可能跟这个一样 所以他可能不需要debug 但是那样的小朋友 其实应该是少数 大部分人还是需要靠这个东西 我还蛮喜欢这个东西的 为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我自己看 也看得懂 然后我在跟学生讲课的时候 他们也比较可以接受这样的方式 而且这个模式 在Visual Studio里面也有 但是用法不太一样 但是也是这样stop step by step 那你可以很快的去把一个东西 debug出来 所以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 最后的话我们把它打散完毕 如果你这样run ok的话 你可以直接执行就好 如果ok底下没有不需要再出错的话 那你就可以把他执行 那他这个时候呢 就会帮你把全部的程式执行 或者是说你可以把它停止掉 停止掉 然后呢 再切回到java模式 啊 java模式就切回来了 所以这边有两个模式 一个是java模式 一个是除错模式 可以这样子 然后可以设中断点 去做除错的动作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可以试试看 那 那再来输出我想比较简单 输出比较简单 还有就是说 这个地方我们其实可以设一个什么的 时间的计算 或者count的一个数字 到底算了几次对 那时间的话怎么做 基本上 可以在那个度回圈上面 增加一个变数 这边有个变数 我这边增加一个变数 那我用那个double好了 因为 那个这个system.current miles 这个前面有用过 我就说取得现在的日期 跟时间 那他的单位到毫秒 毫秒是千分之一秒 我千分之一秒 所以呢 将来我要变成秒的话 必须要把它出一千 那所以我就把现在 他要开始的时间 传给一个变数叫t1 然后呢 最后输出的话 我要给一个时间的话 那我就直接把这个地方 再增加一个什么 增加一个t2 就是他跑完之后的一个时间 然后把现在的时间 再减掉t1 除以一千 除一千因为毫秒 那就可以算出现在的时间了 就是总共耗费 耗费多少秒 耗费多少秒 那我把它执行起来 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不过以现在的CPU算 其实都还蛮快的 大概都1.38秒 算一下 其实如果跟早期的CPU比 都还快蛮多 你看一下子瞬间 所以基本上 当然你要让他更快 导致还 如果以这一题来说的话 导致还好了 OK 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那另外 这边还可以再增加一个count 就是说他到底跑了几次才 才才完成 这个这个动作 这个部分我想各位 也可以思考一下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OK 来 嗯 自行操作 可以都切 都切回来了吗 没切回来 举一下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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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